我的妈妈呀 你别闹了 让我拜什么师父 你有没有搞错 现在什么年代了 什么叫什么年代呀 我跟你说闺女 我这次可给你找的是 武林高手 你跟他学没错 妈保证让你打败黄点点 还武林高手呢 你找个武林高手 把他毕胜所权 用真迹全都传给我 我就能打败黄点点了 那当然了 你挺好的 我告诉你 你就好好跟他学 知道吗 吃喝妈全包了 想吃什么 妈给你做着吗 闺女啊 这事啊 还是听妈妈的吧 但是我可事先声明啊 这桩婚事 我是不同意的 知道吗 你即使打败他 我也不同意 但是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是不争馒头 争口气懂吗 我罗大英的女儿 不是谁想娶就娶的 轻点 我烈谷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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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是你啊 你不会是碰瓷的吧 你一直在强调 你那只车有多少钱 那肯定是碰瓷的 怎么是你啊 你也在这儿学学啊 现在不学了 你等会儿 不管你学不学 你得把钱还给我吧 什么钱 你说什么钱啊 别装算啊 我装什么了 你把我裙子弄坏了 三百块钱 出去我欠你的两百一 还有九十能还给我 你神经病吗 你才神经病 你会不会算账 你把我手给弄蛇了 我还没让你赔钱呢 你那破裙子这三百块钱 你碰瓷的 你才碰瓷呢 我告诉你 你谈钱是不是 医药费 务工费 营养费 还有我的精神损失费 拿钱 你随便那么一说 我就要把钱给你啊 凭什么呀 你有证据吗 什么叫随便那么一说 你把我手给打住了 你眼瞎呀 你 你叫什么呀 人有钱 你来干吗的 我来学习的 找谁学 楚冠一跟你有关系嘛 我告诉你 我老师可是个高手 你给我小心点 要么你先把钱还给我 要么我就告诉我师父 让他打得你屁股尿尿 嗯 哼 行 你给我等着 楚师傅早 早 早 那个 楚师傅 停 别嫁我师傅 从现在开始 你已经被逐出师门了 回家去吧 别别别别别 你别把我逐出师门 我送了 放手放手 再让我们的手给弄折了 师傅 你大人不见小人过 我有眼不是台山 你宰相肚里能成船 你就原谅我吧 对不起啊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就当刚才那一切 没有发生过好不好 哎呀师傅 你原谅我吧 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不就是会点功夫嘛 我看 你也就是个绣滑枕头 干嘛你就不是什么高手 小肚鸡肠 气象法啊 知道啊 我告诉你丫头 这招对我不管用 错了 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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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嘛 你就别生气了原谅我吧 你应该这么想啊 我们俩 之前虽然有那么多不愉快 和争吵 但是 可能是因为我们俩有缘分呢 也对啊 嗯 咱俩是挺有缘分的 嗯 行吧 真想学学 我想 能吃苦吗 能 什么苦都能吃 能 明天早上咱们上第一节课 五千米 五千米 嗯 师傅你去听我 多一句话加一千 对了 明天早上四点 我在你家门口等你 我怎么那么贵 你 别让钱 我等你十分钟了 快起转 来 师父 迟到十分钟 加一万米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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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教我功夫 还是要我的命啊 闭上你的嘴 调整呼吸舒展筋骨 接下来的稍微轻松点 你摆个俯卧车 你摆个俯卧车 我要死了 找不到啦 你这个魔鬼 想不想赢啊 要想打败对手 现在把自己变成魔鬼 我不是魔鬼 我这死鬼 丫头 有我在 你想要什么都是死鬼啊 对 我可以看我这儿的 我可以打败的 来 讲解啊 起来 起来 什么意思 看到这个了吗 把他当着你的敌人一样打 记住 出手要狠 稳 准 把他当着我 打 你 谁 谁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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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点声 主管你 谁见面 让用力 你这个人见面 主管你见面 出手要狠 滚 准 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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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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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跟溜狗呢 随便溜溜 行了 继续 没见 你能走壁攀岩 他有铁铁铁铁铁 公公 公公 什么阴谋暗算 什么风云突变 斜步声张天外有天 冰来我用江南 水来我用土炎 人品爆发勇往直前 匪匪 我用水来 海 空 寒 废 速速 却 黄点点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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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点点 起来 起舞之人最忌讳的 就是不能坚持到底 东练三九 下练三副 文基起舞 说的就是勤奋 你要是不勤奋 就是垃圾 垃圾 懒惰是习舞之人的大忌 你以为你还是过去那个冠金黄点点吗 难道你想被任小贤打败吗 我告诉你 躺在过去成绩上睡大觉的人 就是蠢货蠢货 黄点点 我起来 起来 起来 你不要以为你这副样子 就能唤起我的同情心 我告诉你 我现在不是你妈 你也不是我的女儿 我就是你的练习师 你必须达到我的标准 我才能碰过你 起来 黄点点 否则的话 你就是失败者 失败者 永远的失败者 我真是够了 我离开你家有工作没有的 别想闲 我起得比今早顺起功 还能成立一样 妈 你真的是练习不动了 现在练习不动了 关于我 黄点点 对待任何敌人 必须做好百分之百的准备 否则的话你就是轻敌 也许我是太紧张了 一 二 踢 来 一 二 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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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一 二 踢 来 闪 上 这样 勾点 来 一 二 踢 一 二 踢 一 二 踢 对好 来 一 二 踢 一 二 踢 一 二 踢 对好 来 好 踢 踢 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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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 来 踢点 来来来 起来 我不起了 我根本就打不过他 人家是冠军啊 你打不过他 你还来找我学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啊 上场比赛 对方就是你的对手 是你的敌人 你就想着一定要打过他 起来 可是这只是一场普通的比赛吗 上了场就没有普通的比赛 你要找到对方的弱点 抓住他 一招直胜 起来 对 我就是疯子 对 我就是疯子 没事吧 别小贤 别小贤 小贤 上这儿哪儿了 要不去 去医院 别小贤 别小贤 学武厉害了 我就说我还是有学武的天分嘛 对不对 说 怎么了 师傅这就叫突然一起做不动啊 这就是发现对方的弱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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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师父 怎么又晚了 说 没闻吗 你怎么了 感冒了 感冒就不是病 就算是病你也能跑 听说什么叫笨鸟先飞吗 听说那什么 什么水 穿石 我们两个刺骨 这些都是古人的伟大壮举 你要从思想意识上战胜你的感冒 只有你战胜了你的感冒 我才能成为最后的强者 好 好 等着要吃了 回去喝点水睡一觉就好了 做事 明早上四点半 接着训练 哟 你这是心情不错呀 吃的还挺多 那女学生怎么样了 脚下没根手上没劲 舒适肯定的 你管她的 反正咱们不也用她来投石问路吗 可是我想让她赢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我这 这有点悬吧 什么意思啊 下回买菜别买那么素啊 给点肉 还打比赛呢 多数粮食收购点 不能检测中级 爆甜收购后 直接灌入咖啡 你回来了吗 又回来了 对 你回来了 回来了 快快快快 来来来 坐这坐这 怎么样呢 怎么样 快说说怎么样 那个楚冠仪就是个神经病 恶魔 来来来 我给你做点汤 补补补补补补补 好喝 妈 来 那个楚冠仪真的 脑子绝对有病 来来来 要是这就是楚冠仪的话 好 我就把它调碎了 粘在肚子里 这是怎么了 至于吗 贵妮 吃得苦中苦 方能忍上人 小不忍则在打磨 来 慢点慢点慢点 来 要快快吃 妈再给你撑 妈再给你撑 差不多得了啊 我舔呀 身材不要了 来 吃这个 你那个比武了 补补经济身 用得着吗 我对付他 两只手指就能把它捏死 就你厉害 来 我哥 接啊 喂 妈 请我吃饭 洪文宴吧 你是想请我吃一日夺命伞 还是韩啸半补衫啊 行吧 那我先挂了 再见 来 吃 不吃 你真口气 请我吃这个 你爱吃不吃 他要是不来怎么办 再等等吧 说不准了点点就是这个性子 倔着呢 可是要是我的话我也不来呀 反正明天怎么都是赢 根本不用担心 这招什么急 我们现在不是正在想办吗 我能不着急吗 脑子都快想破了 还没有想出办法 我去个洗手间 你干吗这个时候去洗手间 蹲马头上的灵站啊 什么过灵感 你干嘛呢你这是 你 你在这儿干嘛呢 你 你在这儿干嘛呢 你 你在这儿干嘛呀 你 你在这儿干嘛呀 你别耽误我事啊 什么我耽误你事 我告诉你你别耽误我事 我这男后有大事你知道吗 我朋友委托我来 见她的哥哥和蔚来嫂子 你都不知道 这哥哥和蔚来嫂子 简直就是 就是奇葩你知道吗 她这蔚来嫂子 一上来就把我朋友的 第一单广播合同局给抢了 关键是她那哥哥 还帮着那嫂子 你说这哥哥是不是也 也挺混蛋的 我告诉你 我这朋友跟她嫂子比过 可是她这嫂子 根本打不过她 所以呢 就想出小花招 这不让朋友让我来 就直接把她拒了 那点的是谁呀 不灵高手啊 你这啪一打的啃啃 你怎么才是花招啊 你这个吃里啪外的东西 我告诉你 你那朋友的嫂子就是我 你 你 怎么 小田 怎么了 是我哥儿跟小丁 这就是你未来的妹夫 你好 你好 那你请 请 请坐 干嘛呀 是 这 是你要跟点点打呀 你说 你到底帮谁 帮我还是帮点点 我可是你亲妹妹哦 妈呀 那边是我妹妹 那边是我闺蜜 你说让我怎么选呢 这事你可得考虑清楚 这关于你妹妹的终生幸福 跟你在一起能幸福 当然能幸福的呀 一会儿被你妈打 一会儿被你妹打 一会儿被你妹打 我妹跟你在一起能幸福 不得被打死 人生谁没个坎啊 这就是个坎 这坎要是过去了 就是通天大道了 就是就是 我就愿意过这个坎 你就说吧 你帮不帮我 傻面子 甭管怎么样 我也得帮你呀 是吧 那问题是我怎么帮啊 对啊 你想怎么帮啊 我能怎么帮啊 肯定不能让他打呀 那不行 这个比我还是要比的 但是呢 要让点点书给我 我的天啊 你脑子是不是秀动了 他是武林高手 你跟他比 那不得把你打死啊 所以要请你帮忙 我倒想出个办法了 只要你一出手 肯定能搞定 我出手 一样被打死 没有让你打 你只要想办法 把他给拖住就行了 哦 这倒可以考虑 就别让他正常地 进行比赛就可以了 那不行啊 我觉得比赛 还是要比的 小心 你会受伤的 你要是受伤了 我会心得你 嗯 我知道啊 可是就算要受伤 我还是要比我 我的个贵贵 你们俩这是惊天地 气鬼神呢 这事儿就拜托你了 拜托我 就是有点饿 请我吃点什么好呢 小丁 快看我这些衣服 好看吗 非常性感 性感 太姑娘了 快点 导演那边已经等不及了 已经火了 快点快点快点 别让我走了 这帮星际无黑 你没有一个人照顾我 照顾你干什么呀 我不让他们叫你的 为什么呀 这种小活你干嘛接呀 对了 我跟你说啊 那个 有一个导演给我打打电话 下面拍广告你 能不能去啊 哼 是豪猪吗 豪什么猪啊 是一个红酒广告 非常风格的 但是你喝红酒 能不能行 喝红酒啊 算了我找别人了 好不不不不 我可以 是不是真的 你看不起我啊 那我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 说定了啊 你都会了 我这会儿 你都会了 我这会儿 李大师 不要 你怎么来了 好好好 请坐请坐 请坐 李大师 您好啊 李会长 哎呀 您这一来 这比赛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就更加毋庸置疑了 过家 过家 请坐 请坐 刘老板 梅大师 好久不见 哎呀 您这 大驾光临 我可没想到啊 您这一来令我这小小的武馆 顿时蓬毙生辉啊 梅大师重新出身 我怎么能不来呢 您看您这不请自来 我这没有给您留座位啊 别客气 我也就是凑个认了 那就万分抱歉了 只好请您屈尊台下就座位 您先帮 张秘书 谁请他来的 你不知道啊 他一大早就来 我都觉得挺意外 你去忙去吧 来 这么多人啊 你妈是怕我丢人丢不到家呀 恨不得让全世界的人都不知道 你千万别紧张 我帮你揉一下啊 我怎么可能不紧张嘛 你田田那边没事吧 不是跟你哥说好 就对了问题 希望一起奋力吧 走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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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光临的 都是我们正道馆的一些好朋友啊 当然还有一些习乎爱好者 上次比赛的冠军 不错 打得好 这个谢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我们正道馆的关注和支持啊 今天大家一定要好好看这场比赛 一定非常精彩 请大家尽情地为他们加油 鼓劲 撒喊 作为 好 别开始 稍等 干什么呢 我跟你说 你电话还没来 我打他电话他会接 还没到 对 喂 您好 你是谁啊 我是黄点点的助理 有什么事 工作事情你得跟我聊 她还有助理了 你马上让点点接电话 我是她妈 阿姨 阿姨您好 那个是这样的 点点啊她昨天拍红酒广告 拍红酒广告 接了一百多条 喝了两瓶干红 现在还正睡着呢 她不能喝酒你们不知道吧 摆什么红酒广告啊 而且是她正关键的时刻 赶紧让她接电话 不然的话我就报警了 阿姨您千万别着急啊 那是这样的 我那我现在把点点叫起来 她过去她也是能烂泥 那不如这样 等她自己醒了以后 然后我让她去找您好吗 赶紧关机 水 水 水 千万别醒 李总 怎么办 时间已经到了 黄爹爹 看我拔了你的皮 你 妈让我一面 不是 爹爹爹爹 刚才你妈谁给你打电话了 但是我给 看 这球球真的还挺大的啊 看 会长 会长 真是万分抱歉啊 是这样的 比赛的一方黄点点 由于出了一点意外的情况 不能及时赶来比赛现场 为了保险请见 您看能不能把这比赛的时间 改到向一点去行啊 没大事 你看 这么多跑步在这儿等着呢 这 这怎么成的 但是如果改期 岂不更加难堪 哎呦 没大事 您 您这是在围带我呀 不是 会长 好心 好心 我和大家伤了伤了啊 大家好 大家好 实在是对不起 因为比赛的一方 黄点点 临时呢 出现了点状况 我们经过研究决定 把比赛开始的时间 推迟到下午一点钟开始 现在呢 大家可以休息一下 好 对不起 对不起 真是对不起 对不起 谢谢 好 好 为什么要改到一点 不是说谁没有按时到 谁都输了吗 事出有因可以酌情处理 会长已经宣布了一点点准时 开始比赛 你耳朵有毛病吗 既然这样 我又带着小新去参加一个舞蹈比赛 可不是我们先犯了 站住 一点准时回来 过时不后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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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 宝宝 今天你要打输了 打折你腿 不会的 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出手要狠 闻 准 打 不要紧了 怎么办你呀 怎么样了 什么怎么样 差点被他废了 我把他从台上摔到台下去了 摔下去吧 别心灾漏祸了 不用再想 这场你在已经输了 下一场绝对不能输